体重70公斤 战绩83战 78胜 35次KO对手 两负两平 2012年Glory70公斤级王者 被誉为不败的乔治 今天他即将要挑战 火吉林徐炎的 英雄传说金腰带 将军陪着CM 李宁男人29岁 1078胜 70公斤 战绩78胜 35次KO对手两负两平 2012年Glory70公斤级王者 2010年Glory70公斤级世界王者 将军 国际关乎信仰 英雄是一种情怀 中国自由国际运动 职业格斗运动 十几年来 放心被爱 有一位战士 他历经风雨 一路风雨 以我高高 走到今天 面对天空 他就是 中国在这亚洲 其实不点击 最棒的 自由国际 最棒最棒的是谁 你的名字 他的名字 大家告诉我 徐炎 第二次 徐炎 听见了吗 记起来 徐炎 他就是 我们的中国战神 徐炎 我们现在看到出场的是中国选手徐炎 也是来自北京盛华国际武术俱乐部 英雄传说的金腰带拥有者 年来28岁 身高米84 体重70公斤级 战绩 46战 32胜 18次 KO对手 一次平局 2014年 英雄传说 世界金腰带 70公斤级的 得主 2013年 WMC 世界泰拳金腰带 2012年 日本 KRASH 16比赛当中 97秒 KO 山本游民 2010年 英雄传说 云顶中泰对抗赛中 战胜 麦勒佩 2009年 在K-1比赛当中 击败了 长岛 雄一郎 许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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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41比 84 全战络 46战 32胜 18次 K-1 位手 1名 2014年 英雄传说 世界第一代 其中军军级防守 2014年 WMC 世界泰拳 第一代 2012年 日本KRASH 16比赛中 97名 KO 日本 山本游民 2010年 也许是说 零顶中泰对抗赛 这一生 最失败的派 这就是 中国 群 白云产军财 张祖财 大家好 这里是 乐视体育 国际频道 为大家 现场直播的 英雄传说 亚洲巅峰 总决赛 决战敦煌的 比赛的现场 现在是 今晚的 压轴大战 是中国的 徐言 要面对的 来自于意大利的 乔治 来捍卫自己的 英雄传说 世界 金腰带 第五回合比赛开始 非常重的低枣踢 我们看乔治是一名左撇的选手 徐言在这时候打左撇的选手 应该是有非常好的准备 而且徐言还是更加的有这个身高优势 高枣踢 反击 徐言 徐言 主持人就追击 这个时候其实 切记要冒进 因为这个对手 乔治佩多尼奥 是有非常强劲的实力的 直接击斧 但是到了西医反应也很快 西医也很快 再过 再过 快 反击 徐言 徐言 一开始准备工作 做得非常到位 已经摸透了 乔治的这个进攻的手段和伎俩 刚才这个非常显 刚才这个非常显 这个是险些中了这个 后手的营气 这场比赛是英雄传说 七十末年级的金腰带的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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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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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到目前为止呢 徐妍 徐妍在这局刚开始的时候呢 是采取了比较基础的打法 然后到现在 好像乔治已经是适应了徐妍的节奏 是的 乔治是慢慢打开了 第一局比赛还有十秒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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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第一局比赛结束 可以说双方呢都是各自都有所发挥 然后只能说是徐妍在比赛的前半段呢 是采取比较基础主动的打法 然后到比赛后半段呢 是乔治显得是更加的主动 那就要看后面的比赛 双方如何进行 这个这一拳也是非常的危险 非常的危险 冷静 -的 - zou al 好 第二回合 有机会出后走啊 断掉了 断掉了 好 徐妍一上来 又是非常自己主动啊 好 好 断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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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乔治显得 是更加的硬实一些 是的 回头 放开 着 漂亮 放开 刚才这一下子的赢击 奇迹的赢击取言 做得非常到位 包手 出他出手 然后提出手 打 打 打 对 两个鞭 到 乔征的反击也非常有威胁 双方对于这种一个正价一个反价 都是空档都比较大的 谁能先 可以说谁能更加有效地抓好这个空档 快 他从前走的 你身后就上 发 滑倒了 发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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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徐妍有点被动 会逼到了角落 前后直前 快 前后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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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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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度是乔治徐妍早上的压制 加油 朝队的拳非常的重 就再说后手拳 这点 基础这一下 给徐妍造成了影响 你先走前 快 徐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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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离开她的腹部 我看到非常可以说是有地方使 都是 小比赛在第二回合的训言确实自从第一次受到这个腹部的重击之后 看到 没有 对 好 1 2 2 1 1 等一下 2 2 1 我们看到现在 这个徐元的场面束手也是 康恩也是换了 变装来做 自己的师兄弟的 边角 最后一回合的比赛 这回合就至关重要了 因为对于第二个回合 徐元遭受重击这种情况来看 其实现在徐元是处于一个 比较被动的局面 是的 而且第二回合应该是 基本上我们可以确定 第二回合徐元是输掉的 可以说是面对在徐元面前 就两条路 要不然就是放手一搏 是的 要不然就是继续陷入被动 快 快 快 非常威胁 知道吗 再走 再走 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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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呀 又是给徐元的腹部 造成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现在往前接走 放 抢弓 别等 快了 徐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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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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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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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元 徐元被挑了 这个时候 能不能挺住 现在已经是差秒 一秒秒在流逝 徐元能不能挺住 徐元能不能挺住 徐元 徐元 比赛终止了 比赛终止了 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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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还是来自于意大利的乔治 可以说需要 徐元 更胜一筹 这场比赛 其实徐元呢 也是尽力的 拼得是 非常的积极 这从这里看呢 我其实还是对 对于这个 英雄团说这个赛事的 这个赛制啊 由衷的敬佩 英雄团队 这场比赛对于乔治来说 这场比赛乔治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具有技巧性的一场比赛 能够如何去把控整场比赛 在比赛当中的转折点怎么样去洞悉 而且怎么样能够一步步地扩大战果 这是从乔治身上我们应该去学习的 对于乔治来说呢这场比赛只是输在了一个细节的转折点 而是在后期处理的时候呢一步一步地被乔治可以说是把自己瓦解掉 所以说对乔治来说其实他的实力也是非常顶尖的 只是说是在这个环节当中被乔治抓到了机会 第一排的观众朋友们请你们第一点后面的观众朋友在看 第一排的观众朋友们 正面的观众朋友们 除记者以外 你们姿势低一点 后面还有观众 这是可以给大家趁机起立行注目里的 这里是中国敦煌刚刚结束的是第一次是亚洲职通总决赛 又是中国敦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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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是中国敦煌 穩安 敦煌 敦煌奈 要求承受勇敢